我是大明星 在今天的《我是大明星》 英诞人当中 为您请到Olivia来介绍 在台湾发行的首张同名英文专辑 哈喽 你好 哈喽 你好 其实你之前在日本就发行过专辑了 对不对 对 就是Bossa Nova的 我是15岁出道 然后一开始就加入一个女团体 叫做未来 然后中间有休息 因为过后实际是吧 就到了日本 你是在新加坡出道的 对 15岁也是非常年轻 真的是 在台湾的话 15岁应该算是国中 国三吧 应该升高中一年级的时候 在新加坡呢 对 也是差不多 差不多 新加坡的学制是怎么分 国小 国中吗 就primary school primary school就是从7岁到12岁 然后高中是算13到17 是 高中算 senior high school 因为我们的education就是 像那个英国的 是属于英国的那种学制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开始组团呢 是怎么样开始的 你那群好朋友是怎么认识的呢 因为我是参加了一个面试 然后就赢了 是歌唱比赛吧 对 是什么样的一个比赛呢 就唱歌的 然后又跳舞的 那你是又唱歌又跳舞吗 他们就是 那时候有 就是girls 真的吗 完全不一样 你也会跳舞是不是 也还好了 因为新年音乐都是比较jazz一点 对啊 对 很难想象说你跳那种 哇 是什么感觉 就是jrock jpop 对 jpop jrock和jpop 对 你喜欢日本的音乐吗 嗯 蛮喜欢的 对 哦 有喜欢的歌手 所以你在15岁的时候 是非常哈日的这样子吗 你听得懂哈日吗 就是很喜欢日本 在台湾我们叫做哈日 哦 那时候对啊蛮喜欢的 嗯 那就是在15岁组了团之后 就出道发行的专辑吗 那时候 有 对 是跟一位 一个日本的唱片公司 独立唱片公司 哦 然后他们有就是组了一团 女子团 女子团体 叫做什么 未来 未来 总有几位团员呢 三位 对 另外两位现在 还在歌坛吗 没有 完全做不一样的东西 是 也让你有机会到日本去发展 嗯 那么那张专辑 还被很多日本的 喜欢音乐的朋友 你的fans 还票选为这个 十年来最受欢迎的 最令人感动的 Bossanova专辑 不敢当 不敢当 那时候已经19岁了吧 19 发了第一张的Bossanova 嗯 对啊 现在很流行 就是很年轻的女歌手 来唱Bossanova的音乐 你对Bossanova音乐的喜好 是怎么来的呢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热情 对于这种音乐 嗯 其实是从我姐姐 被影响到的 对 因为 很久以前就是 有一部电影叫做 Next Stop Wonderland 嗯 然后他的 Soundtrack都是Bossanova的歌 然后我姐姐买了那张专辑 然后他听 然后我就是被他影响了 每天都跟着他听 就喜欢上了 就是常常会听 对 就这样子就喜欢了 嗯 那你自己有学乐器吗 嗯 那时候没有 可是 最近就是刚刚有学了吉他 嗯 最近才开始学的 对 最近在台湾的一些表演 好像都可以看得到你的现场 呃表演 就是边弹边唱 这样子的 嗯 其实呃 刚刚在 呃 新一成品 有办一个演唱会 嗯 然后就是跟了一个 呃 吉他手 然后呃 Keyboard老师 一起玩 目前就是还 嗯 就是要自唱 自弹 就是还要练一练啊 是 嗯 你看你从15岁就开始 参加歌唱比赛也出道 到现在呢 终于开始学吉他 终于也是隔了很久一段时间 对 之前都从来没有想过要学乐器吗 嗯 其实有 有 但是最近是 兴趣又 来了 嗯 对 最近的这个动机比较强烈 动机对 是 因为我想你在这样的音当中 也呈现出你的音乐的创作 创作的人总是需要一样乐器来表达 嗯 那我觉得Bosanova的感觉 就是吉他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乐器 对 对 对不对 嗯 Bosanova其实 对 乐器是吉他 然后 需要的是 一个节奏感 嗯 对 你要有那个 韵律的感觉 韵律的感觉 对啊 是一种非常舒服又慵懒的感觉 那么你自己有没有想过要去巴西呢 巴西有耶 会想 对有 对不对 我觉得那个地方就是很 怎么讲 exotic 嗯 很特别 是 对 也是Bosanova这种音乐的起源 对 我觉得非常棒 然后我觉得那边的culture 可能还有食物也是 我蛮想 就是要有那个经验的 嗯 那么关于我听你这张英文专辑 我觉得跟以往好像比较有点不一样 你以前比较偏向Bosanova 嗯 我觉得这张比较偏向于Fusion Jazz的感觉 哦 你自己会不会这样觉得 对啊 因为 好像Fusion Jazz比较多一点 呃 这一次就是 即使是pop 还是pop为主 嗯 可是我们当然有加一些 嗯 funk 还有一点点的Jazz 还有Bosanova 其实Bosanova是算Jazz 对 那之前就是公司要我唱的时候我就唱什么 可是就有那种的经验就会有自己的想法 嗯 然后更爱音乐 然后这一张专辑同名英文专辑Olivia就是 我也跟公司分享我想就是要的东西 对 嗯 所以你自己也很喜欢这种不要用流行的手法来诠释的方式吗 嗯 对 而且我觉得你选的曲子都很特别 好像都是男生的歌 对不对 哦 是不是你自己 哦 对对对 你是第一个的 就是T的 我第一个发现的 对对对对 真的哦 对 对 对 因为我觉得你选的都是男生的歌 嗯 OK 其实陈嘉宾老师 他也有参与我们的讨论 然后他有 就是提 不然我们可以选都是男生的歌那种 那之前都没有DJ发现过 对 所以只有你说第一个对 因为你选的歌我都很喜欢 那我觉得 哎 这些都是男生的 或是一些摇滚乐团的歌 嗯 真的非常特别 也显现出你的音乐的taste与众不同 真的 OK 那你这些音乐都是你非常喜欢的音乐吧 对 就是他们让我就是选歌 嗯 OK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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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